2020年的元旦日民阵又发起了游行 如果根据他们游行之后发出的数据 他们说昨天总共有103万人去参加游行 数字非常大 但同时警方给他们的估计大概只有6万人左右 当然作为一个我们叫做资深的香港人 我们已经习惯了主犯方和警方公布出来的数据是有出入 但到底谁会比较接近现实一点呢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为元旦日的游行而去作出一个很持平的判断 但我们可以参考一些旧的数据 这个旧数据就是在2019年7月1日的游行 民阵当日宣布有55万人参加游行 而警方宣布有19万人参加游行 到底谁比较准确一点呢 当然以往我们只能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真正的答案 但今次在2019年7月1日的游行 很幸运地就是美国的路透社也留意到这个游行 所以他们作为一个第三方 他们是有尝试去计算过当日游行的人数 那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拿回当日游行的片段 然后用人工智能电脑去数人头 他们计算出来就是不够25万人 而实质的数据大家可以在这里看到 是有22万7千人是他们数了出来 那其实这个数据如果相对于警方的19万人 差别有3万多人大概是相差十几个百分比 但如果相对于民阵自己公布出来的数据 我们就可以看到警方的估算是跟真正的人数是接近多些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就会见到在2020年元旦的游行 其实人数绝对是远远去不到100万 我们的估计如果跟警方报告的人数是比较接近的话 应该大概是6-7万人左右的游行 那为什么民阵是要把数据吹到这么大呢 以往的数据大家看到 他们和警方公布的数据 往往只是相差三倍左右 但今次的差别是相差十几倍 我看到有朋友给了这幅图给我的 就是比较韩国瑜的造势晚会 因为民阵的造势晚会 号称三十万人参与 以及民阵号称一百零三万人参与 其实中间的出入是非常之大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迎光幕的这幅图 这个就是韩国瑜造势晚会 三十万人的场景 场地大很多 而且是密密麻麻的 但是相对于民阵呢 号称一百零三万人 其实看出去的人数是相差很远 那为什么这次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 其实我觉得经过过去那半年来说 不断地倒乱啊 纵火啊 打扎啊 和响说伤人的情况下 我其实真的很怀疑 会不会还有一百万的香港人 都仍然是继续支持那些暴徒上街 去影响我们日常的生活 但是呢 如果真真正正要他们去承认 其实现在支持者是减少很多呢 对他们呢 将来的部署会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呢 他们不惜呢 是将个大话越说越大 而且呢 串联了很多媒体一起去说大话 去做大个数 就希望呢 继续呢 是鼓励香港人去继续上街 和去支持他们的活动 那我觉得呢 我们作为一个爱香港和爱好平静的香港人 我们呢 应该要看清楚 和将这个信息广泛传出去 一百零三万人 元旦游行 绝对是一个大话 大家呢 尽快去告诉你身边的人 警方的估计数字 如果根据过往的记录 应该是比较接近现实的 告诉你身边的人知道 让他们知道 其实暴徒 已经是得不到大部分市民的支持 他们已经进入强路之末 我们呢 救香港 始终要可以香港人自己去救 不要呢 再给 传媒 和呢 一些政治团体 他们现在有心的大话呢 而去继续援建 好 多谢各位收看